如果你已經是Windows 10 它有內建一個3D檢視器 還有一個叫3D Builder 3D Builder是真的可以類似像 那個就是 等於它就是一個做 3D模型的工具 那另外呢如果你去年底 有更新它的那個 它不是半年還是一季都會 有更新的話 它多了一個叫3D檢視器 那那個呢其實很好用 還不錯你看這裡 如果你把模型下載下來 你看像我這邊我已經60秒 我把它下載一下 好有沒有這邊就是一個 STL對不對 預設就是你今天的日期嘛 今天日期它檔案名稱 STL那我就可以把它儲存下來 好我把它儲存下來 之後呢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 我把它先顯示出來 如果你用QR 直接打開是一種方式 但是呢你如果按右鍵 其實它也有一個 3D檢視器在加 有沒有3D Builder 跟3D檢視器 你也可以試看看這個 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新版本這個使用上 還蠻方便的 你就可以用這樣去做檢視 好你看我們這裡 有沒有這樣就看到了 剛剛做的那你要什麼顏色 你可以自己挑 有沒有這裡可以選不同的顏色 底下這樣是不是可以自己選 好自己選 對然後呢 比較好玩的是這裡還有這個東西 我喜歡它這個功能 有沒有一個搖擺轉盤 這個 我們比較需要的應該就是轉盤 有沒有自己旋轉 不要老師都要手動的 我叫他轉就好了 他是不是就自動轉給你看了 這樣了解 好那 你還可以自己決定下面這邊 快或慢 比如說我想要慢慢轉 你就慢一點轉 有沒有比較慢一點 那 如果你要跟別人展示的時候 除了我們真的 像剛剛一樣 把模型的網址給別人 會用Facebook3D 可不可以把這個錄影起來 可以啊 所以我在這邊有放一個東西 你看喔 在這裡 你往下走往下走 有一個3D模型資源 這裡 我有沒有這裡有寫一個 叫做Windows內建3D檢視器 這個地方 你可以從這裡點下去 因為這個是我去 那個 那個 嘉義基督教醫院 因為在醫院上課嘛 所以要用3D人體模型 對不對 那我上面有放一個 一個軟體 有沒有一個叫做 Screen to GIF 這裡 其實你如果不從這邊找 也可以從哪裡找 從我們的右手邊 因為這個是免安裝的軟體 有沒有 右手邊也有 檔案的右手邊 有沒有 檔案右手邊這裡有一個 這個 Screen to GIF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 把你的螢幕拍下來 好 比如說我這邊來執行一下 它只有一個檔案而已 只有一個檔案 我看一下 我有沒有放在這裡 好 好像沒有喔 我把它執行了 好 那現在呢 它就問我要不要錄影 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 好 這樣子 我就把它打開 我就說我要錄影 那它就問我你要錄哪裡 我就把我的範圍抓出來 這樣子 然後 我只要按下錄影 但是記得喔 我們這個3D旋轉是你要點到它那個視窗它才會轉喔 你看我如果移到這個視窗有沒有就停了 有齁 所以我按下錄影之後我還要點一下後面那個視窗 就真正那個旋轉的那個齁 好 按一下錄影 有沒有開始幫我錄了 那錄下來之後會變成什麼 GIF 會變成GIF 所以我現在把它停止喔 停止 好 這樣就好了 看一下 它待會兒就會打開一個好像編輯器有沒有 剛剛幫我們錄了有沒有這麼多個 這樣有了解的齁 那這些影格如果你覺得剛剛第一格不要 你可以點到它按Delete 它就好像影片編輯軟體一樣 那我就把它那個刪掉 好 弄好了 上面這邊你看 在檔案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儲存 另存 我就可以把這個儲存起來 就看你要存到哪裡 在這邊 在這邊 這裡 有沒有 你看我上次就存到嘉義基督教醫院 哈哈 就看你要存到哪邊 那我就把它儲存起來 你就有一個GIF的檔案 動畫的檔案可以用 這樣了解了嗎 這個其實是一個蠻不錯的 反正這都免費軟體 好 那我就這個就把它關掉 這樣 OK嗎 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能夠滿足你的需求 我還想玩一個 還想玩什麼你知道嗎 整體 拿在手上可以嗎 你看上面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叫混合實境 我們剛剛不是有看到一個VR嗎 VR叫做什麼 虛擬實境對不對 請問混合實境是什麼 欸 你有沒有 你們大家都有玩過那個寶可夢 就是虛擬的東西是在現實裡面 現實環境裡面 所以 這是不是虛擬的東西 在現實環境裡面 這樣 我就 放下來 這樣有沒有到我前面來了 這樣你可以展示了嗎 你家 這叫做 這個 雖然沒有互動啦 可是他可以把模型是不是就跟你的場景就擺在一起了 你如果一定要覺得這樣比較炫的話 這樣也可以 對不對 對啊 不一樣的嘛 這也是虛 這叫做 AR 我們的混合實境就是類似AR 就像這樣 所以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裡面 所以 3D 那個 3D檢視器 他現在就把這個合在一起 就把這個合在一起 其實也蠻好玩的啦 蠻好玩 你就說 我今天展示的時候 我還可以自己進來玩一下 哈哈 好 自己亂錄一下 也不一樣 好